马上爸爸去哪 第二季就要结束了 大家都特别舍不得吧 对 几个老爸都有不舍的这种情节在里面 最后一站 我们录制过程当中 有一个环节特别不靠谱 什么不靠谱 我们是要 是哪个台在做这个不靠谱的节目 他知道啊 因为是在新西兰录的嘛 然后那个 去捞了一个戒指 魔戒 魔戒 对 因为魔戒的拍摄地 就在新西兰 在那个泥地里面埋上了节目组 我们捞了大概有两个小时 完了当地也特别冷 完了也在那个泥塘里面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几个爸爸心里面 都有不舍的情绪 所以坚持把这个环节完成了 最终是谁把魔戒找到的 差不多每个老爸 因为他埋了大概 七十几个 五五到六 都找到了 你觉得在参与完这个节目之后 杨阳有什么变化 叹叹叹叹 对对对 叹叹叹叹 姐姐我这真没穿衣服 叹叹叹 对 有什么变化 他给我最大的感觉 是让我看到了他的坚强 他独立完成任务的自主性 特别特别好 我每次看到他 独立完成环节 我觉得特别放心 这杨阳也知道 不可以玩了 不喜欢这个狗了 不可以玩了 但是打爸爸就错了 老师要批评了 但是这个没关系杨阳 以后你要学会 将来等你错的时候 你要跟你爸爸说对不起 在你说对不起的时候 那句话很神 在你犯错的时候 你说对不起 所有事情都会好了 爸爸对不起 你还是站在门口吧 我去吧 我不会被救的 我会不会 还是我去吧 你怕 我怕你怕 不想可以送的 给 谢谢 快走一遍 OK 要不然一会你爸爸就 我来一点 我来一点吧 好 我拿一点 我拿一个吧 不要 我们还有一个 是多出来的 我要给你 就是打烫啊 要不要 走 往这里边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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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